不要太主動去混雙魚座的男生 要跟你說死硬 死硬 除非你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福哥 各位Buildy Exchange的讀者 大家好 最近我們收到BE 做個簡稱 收到BE的邀請 為大家說一些對雙魚座男孩子的迷思 有些問題就回答一回答 對我而言我是比較被動的 我不懂得追求女 我覺得中央空調不是一件壞事 我真的喜歡幫人 如果你的伴侶是喜歡幫人的話 你應該是開心的 不要這麼自私 都只能對我好 就不會發神經 你十二星座男人 十二星座的男人都很可愛 不要追著雙魚座的人說 你都發神經 這麼可愛才是奇怪的 我跟你說 出櫃我反而需要澄清一下 雙魚座的男人我反而覺得是很專一的 雙魚座的男人不是經常出櫃的 發瘋的 我沒試過出櫃 我沒試過一腳踏兩船 我情勢都挺豐富的 很浪漫的 浪漫的 他們想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當然如果拍拖的話 他們也想很多可以很奇怪的 也有很浪漫的事 想類的幫法出來 我覺得自己也是一個浪漫的人 哦 我的浪漫也是一個浪子 我覺得我是 一個浪子 我做過什麼浪漫的事 大家可以去看微辣的一日情 我和Rachel的影片 你就知道我做過什麼 就知道我的功力有多深厚 Boco的類型是這一種的 雙魚座不是很怕的 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 超級無敵的雞尿酸皮的事 都會這樣說 我們就會爆炸 哎呀 我好煩啊 我做什麼啊 這些事很簡單的 這樣做就行了 如果我女強行的話 她真的有些很大單的東西 教不定她才會找來的 我反而喜歡這一樣的東西 第一 對我來說 對了 當然是樣貌身材和長腳 哈哈哈哈 不是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比較吸引到雙魚男 都是 看Feel 雙魚男是超級無敵看Feel 白羊座看球的 是不是 其他什麼座看腳 我不知道 但是雙魚男是超級無敵看Feel的一件事 你給一個幻想的空間 他真的對他弱跡弱惹之類的東西 反而是令到我們對你有了一個興趣 我們腦裡面的世界就開始混轉 你會不會是一個間諜來的呢 你會不會被人想的 那些什麼呢 我怎樣去混 我怎樣去混 我去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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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真的重要一點 不要太主動去混 一個雙魚座的男生 我跟你說 死硬 死硬 除非你是真的外表勁 到是很飆青 很飆青 身材36D 的一個女生 那你混什麼星座的男生 都容易混 對不對 未來的Builder Exchange 都會跟其他YouTuber 做一些其他訪問的影片 大家有興趣知道 一些星座上面的東西的朋友 記得按下它 我們就 拜拜了 WEEE 雙魚女裝不裝笨呢 真是沒辦法一概而論的 但我是真的裝的 我不是真的笨的